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明鏡電視明鏡火拍的 人生之中節目 我是何平 今天呢 這是疫情之後 年中的疫情之後 我們第一次在攝影棚裡面訪問到一位嘉賓 這位嘉賓 本來我想跟他表演 顯示一下我們的攝影棚的空間效果 但是因為我們的導播 只有一位導播在攝影棚工作 所以沒有辦法把我們的空間展示出來 為什麼要展示空間呢 因為今天我跟大家訪問的 一位嘉賓 王大駐先生 可以叫 也應該是教授 他同時具有都城身份 其中有一個身份就是設計家 他不僅是中國的文革之號的 很多的舞台設計 藝術實際的一個最開始的 也可以用一個很高的詞 叫奠基者之一吧 那麼同時他在美國的主流社會 實際也是非常的有成就 那說他是教授 他是華東四方大學的一個學院的 院長也可以說是創辦了這個學院 那說他是這個實際師的成就 其中有一個標誌 他就是我們鎮上的曾經的居民 我們的鎮上是什麼鎮呢 叫大井鎮 最知名的一個名字 就叫了不起的蓋子比 那麼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導播 請臨上我們的這個嘉賓王大周教授 您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 您好 沒有想到我們是這個地方 實際上我們還是一個小鎮的 共同的居民 我在這邊已經工作了十幾年了 快二十年了 那您是什麼時候住在這個鎮上啊 我是在2009年 從長島的另外一個鎮 Royal Hub搬到了Greenneck 當時由於兒子要在馬漢頓讀書的原因 所以我們搬到Greenneck 大概在Greenneck住了四年左右 很高興能碰到鄰居了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地方 我只是在這裡工作啊 你一個意思上 我是住不起這個鎮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鎮上住的人 我一些朋友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都是非常成功的人士 那我看過一篇文章啊 描述您家裡的這個輝煌 是居大可先生寫的 說你家裡這個經常處行 這個Party也是這個Party也是這個 很多人參加 說您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 那您怎麼做的一些企業 還說你曾經有七家公司 怎麼回事啊 那也是一個時代 正好是碰上了改革開放 也是一個機遇 我本來是一直從事藝術與設計工作 也在公司裡工作 也是在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機會吧 也就是有一次我們公司的 我長期的一個客戶 當時我是在一個設計公司 從事設計工作 有一個客戶呢 大家都可能比較熟悉的是 叫MTV 當時的一個主管 他突然有一次打了個電話給我 說他碰到了一個麻煩 我也沒有多問 他碰到具體什麼麻煩 他就是問我 那是一個Barbara 他的名字 他問我是否能幫個忙 他的有一個項目呢 需要我幫他趕出來 我說什麼項目 大家都知道MTV 每年他都要在全球 做一個很大的一個受獎活動 這個受獎活動 也就是全球的那年的一些 比較成功的 有成就的一些藝術家 給他們發獎 他們同時呢 也在那個受獎的這個會議上 要發禮品 但是呢 這個禮品呢 可能由於種種原因 他需要我能夠幫忙設計 並且還希望我能夠感知出來 當時我就感到一下子不能接受 我說我僅僅是一個設計家 一個設計工作者 叫我在幫趕製作出來的話 我可能不知道有沒有這個途徑 他當時跟我說 因為這 對他來講 僅僅只有47天的時間 在這個47天的時間內 不僅要做出設計 還且一定要完成所有的禮品的製作 和包裝 他說你跟中國有關係 是否能夠看看你的親切朋友 能幫你忙 幫著完成這個項目 那我說我就試著吧 所以呢 我就 畫了三天 幾乎三天三夜吧 比較實事求是的說 當時連晚上都 沒有時間睡覺 就幫著趕著設計作品 同時呢 又製作出那個製版稿 當時我做了一個圍巾和領帶 女的是拿那個圍巾 男的是拿領帶 做了這麼一個項目 同時呢 又請了我在大陸的一個小哥哥 幫忙聯繫國內的工廠 通過這個一個月的緊張的設計製作 最後把這個項目完成了 然後飛到美國的時候 還剩下將近一個星期多的時間 然後在美國再幫著 請了家人啊 朋友啊 都幫著把這個 四萬多件這個禮品 都給他包裝好 提前兩天送到了MTV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特殊的一個 一個機遇吧 這樣的一個機會 把我就 推向了那個商業的 在這個行業 也就是國內的說法 就是給我推下海了 在美國下海了 在美國下海了 在美國下海 您的這個個人的背景 你才能沒想到會成為一個商人嗎 沒有 這 你知道我們家 從我父親這一代 他一輩子都在學校 他一輩子都是從事美術教育 包括我自己本人 從小也是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長大 一直把學習 作為一個 我們家是 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去從事 然後在出國前 我也是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的老師 到美國來也來讀研究生 也在美國的學校做助教 所以畢業以後 進了單位 也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的一個機遇 去後來從事商業活動 而且從事了有二十多年 講到您的父親 我特別的好奇 因為我看一些資料的時候 您的父親 是一位留學生 而且是留美的 好像是葉魯大學畢業的 對嗎 對 他最後一個學校是葉魯大學 那你們加州怎麼會 那是什麼時候 4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對 40年代 我父親呢 他原來是讀國立義專 他1938年進國立義專 國立義專呢 是在1938年當時抗戰 對 等一下子 打播我的聲音不是很清楚 是我的耳機的問題 還是聲音的問題 您再講一下可以 您再繼續講 1938年呢 我爸爸呢 那時候呢 他參加了抗日戰爭 那個時候呢 叫戰士服務團 他的戰士服務團裡面呢 是從事做一些宣傳化 那些標語啊這些工作 做那個美術宣傳工作 他們呢 隨著那個團呢 到了湖南元林 那個時候正好 杭州義專和北京義專呢 也到了湖南元林 在那裡呢 合併呢 就成立了國立義專 在那裡呢 也就是招生了第一批 他們叫專科生 後來呢 有很多人呢 稱為本科生 實際上是專科生 是第一次招生 那個專科生 也僅僅招了七八個人 那個時候呢 三六年呢 有一個班呢 是朱德勤 吳冠忠 他們都在那個班裡邊 他們是讀的副中 也叫育科 然後呢 他們正好到 三八年這一年呢 就進入大學的時候呢 就同時就多招了 幾個 就像我父親這一代的 七八個 就成為了一個叫高子班 也就是一個本科班嘛 實際上僅僅只有三年次 所以我父親呢 就當時呢 就和朱德勤 吳冠忠 趙悟傑 他們是成為同窗好友 然後呢 三八年呢 因為抗日戰爭的時期呢 他們這個學校呢 隨著那個戰爭的 這個形式的發展呢 他們又移到了昆明 但是呢 由於戰爭呢 學校不能整體的移過去 就要求學生呢 都是各自到昆明 那個時候呢 他們早一屆有一個同一個同學呢 是叫董系文 你可能知道 是開國大典的那個作者 他跟我父親關係很好 所以他們兩人一路 從湖南原林到了昆明 他們也是睡在一起上下鋪 所以我父親到了昆明 後來呢 又到了 轉到了重慶 在那個松陵港 他們在那裡又在那裡完成了學業 所以我父親呢 當時在班界裡邊呢 他們一批同學呢 後來大家都比較熟悉的 都成為了那個時代的 這一批 對國立義專的學子來說 是一批很驕傲的一批學子 對按照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一位一位都成為了大時期的人物 對 那麼我父親呢 他因為在進學校以前呢 他已經工作過幾年 所以他的年齡呢 都比他們同屆的學生 年級的長幾歲 再加上他本能呢 當時呢 也是比較活躍的 我舉個例子 在1941年的1月 他們這些同學呢 就一輪 當時他們比較崇拜的一個老師 也是可以說是個大師吧 是那個吳大禹 在上海隱居 所以我父親呢 他就發動了 當時在學校的40多個學生呢 就聯名 我父親是第一個他起子稿的寫了一封信 到上海給吳大禹 就是請他能到國立玉莊來讀書 當然最後吳大禹沒有成形 但這件事情成了當時的美術界的一段佳話 我父親呢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同學當中也是算畫的比較好的 尤其他特別喜歡那個水彩畫 當時吳冠宗呢 也特別喜歡水彩 他們兩人在水彩這一塊呢 他們兩人自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就是 他們那兩人形影不理 所以我父親跟吳冠宗在讀 在校期間他們兩人的關係就特別好 當然跟他走得更近的 還有一個是朱特勤 也是因為由於朱特勤打籃球打得特別好 我父親也是特別喜歡打籃球 所以他們是一個籃球隊的 他們的這個關係也走得很近 那麼我父親呢 因為他的成績比較好 畢業了以後呢 就當時畢業就是失業 吳冠宗比如說 吳冠宗畢業了以後 當時找不到工作 我父親就介紹他到重慶的北培小學 去做美術老師 我父親那個實際上對吳冠宗 因為年紀也比他長六歲嘛 對他當時也比較幫助比較多 他給他一共介紹過兩次工作 一次是畢業時候介紹他到北培小學 去做美術老師 第二次呢 是因為我父親畢業的時候呢 他被調到中央大學建築區去教水彩畫 當時中央大學的 他們自己有幾十個畢業生都沒留下來 反而請了一個國立一專 應該說是一個專科生到中央大學本科的學校去教本科生 當時是很少有專科生到本科的學校去做老師 他到中央大學做主教 然後第二年四二年呢 他又被調到重慶大學去做講師 當時做講師呢可以帶一個助教 所以呢他就邀請了吳冠宗到重慶大學做他的助教 所以呢我父親當時呢介紹吳冠宗兩次工作 所以他們倆的關係特別好 同時呢他們在學校的期間呢 他們倆又是住在一個宿舍裡邊 一間房間裡邊 所以他們倆的關係就特別的密切 嗯 那麼這個講您的身份呢 我現在最近訪問了一些朋友 有的叫紅二代 就是父親是非常高的級別 在江西時候就是實際幹部 對吧 我也訪問了藍二代 就是國民黨的後代 我看您的身份可以叫藝二代 藝術家的第二代 是吧 嗯 那麼 對您繼續講 嗯 1943年呢 當時 美國呢給了中國呢 有一批公派生的名額 嗯 美術類呢 其中有一個名額 嗯 我父親呢 也就跟了當時的一批 都是很優秀的一批 所以藝術家 在重慶呢 參加參加了考試 嗯 很幸運呢 他考了第一名 也就被錄取到美國做一個公派生 嗯 嗯 那當然歷史上 後來也成為的 這麼唯一的一次 這麼一個名額 那麼他在走的前呢 他跟吳冠宗兩人呢 還有一點很相似的呢 就是他們倆當時都 在一個寢室裡面呢 都有這個出國的願望 那個吳冠宗呢 後來呢 由於他沒有這麼一個機會 能到美國 後來聽說有這麼一個到法國的留學名額 所以呢 他就改學外語 去學法語 但是當時學法語的機會很少 我父親呢 以前 呃 就畢業的時候 在中央大學 曾經做過這一年的助教 所以他那裡有關係 就介紹吳冠宗 到中央大學去做 呃 旁聽學法語 所以吳冠宗在那裡 又學了一年的法語 就這樣 呃 他能通 有這樣 在外語上能有做了這樣的一個準備 到到法國 16年到法國去 所以我父親跟吳冠宗 他們兩人在很多方面都是有 呃 共同的志向 嗯 那您的父親到了美國以後 讀了哪一些學校 哪一些專業 呃 我父親呢 他當時被錄取的第一所學校 在我們美術專業來說呢 呃 他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呃 呃 是芝加哥藝術學院 嗯 他去學純美術 嗯 然後呢 呃 第二年呢 他又轉學到 那個耶路大學 當時呢 國內的呢 也比較崇拜 就是 長青 他們那個聯盟的這個學校 都都比較傾 傾向那些名氣更大一些的 實際上 從我們 美術 專業的人來看呢 芝加哥可能更純粹一點 但是我父親後來還是選擇了 芝加哥 呃 選擇了耶路大學 嗯 所以他後來就轉型到耶路大學 去讀了 研究生 嗯 如果在那個時候的研究生呢 華裔啊 有三條出路啊 一條出路 比較多的 像我認識的一些人是留在了美國 啊 你二條出路呢 啊 結果後來在美國待了幾年以後 一晃悠啊 就去了台灣 啊 那您的父親 怎麼又回到了中國呢 我父親呢 當時呢 呃出國的時候呢 他也是 呃 原計劃是留在美國的 因為我母親 在一九四六年 他已經拿到了簽證 正在準備買飛機票 就在那個時候 我父親的 同鄉 也是 好友 那個劉海樹先生 呃 他們都是 呃 江蘇長州武進人 嗯 他那個時候在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做校長 他很 就 發了個邀請信 希望我父親能夠呃 呃 回國到 美專 上海美專去 呃 和他一塊 就是從事教育工作 呃 為 呃 思想和理念 嗯 所以我父親就 遇難的回來了 但是他回來 因為那時候通訊也很不方便 所以他回來 我母親當時是很驚奇的 因為他 事先一點都不知道 突然我父親就回來了 嗯 呃 是在這樣 這樣的一個背景下 我父親就選擇了 回國 嗯 您的父親 或者是您的母親 後來在 回憶你父親的 這段歷史的時候 有沒有感慨過 比如說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啊 或者某一個時段 啊 你的家印有沒有跟你講過 哎呀 當時我們留在美國就好了 或者是 當時在美國 有沒有一個特別使他 呃 感覺到美國有趣的地方 或者是好玩的地方 值得他留下來的 啊 他有沒有跟你講過一下 他留下的故事 他有沒有後悔回到中國 或者說 嗯 我等我懂事的時候 我父親已經被 打成右派了 一九五七年他就打成右派了 呃 自從他被打成右派以後 他的呃 由於那個時代 動盪的時代呃 呃 他的情緒也應該說比 相對說比較低落 他平時根本就 幾乎很很少呃 呃 去談一些就是家裡 事以外的事情 包括他的工作啊 呃 從來沒有提到過美 他到美國留學的這段 經歷 因為那段經歷呃 在那個年代是 呃 大家都不敢多提的 因為海外關係啊 美國特務啊 等等等等這些 呃 帽子很 都是滿天飛的那個年代 我父親 他基本上在我從 小時候是從來 都不知道我父親有過 出過這段經歷 更沒有 你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 我 我第一次知道 我 我父親是右派 的時候 還是文革剛開始 我們 我當時住在武康大樓嘛 我們武康大樓 反動人家 大家要 對他 做監督 那時候 我還第一次知道 我 我是出生在這麼一個家庭 嗯 當時的感覺怎麼樣 你現在還敢回憶的歷程嗎 你是怎麼發現這個提條子 是放學回來 還是在外面玩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條子 還是在家裡面 是放學回來 因為他白天貼的 我們那時候是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 還正常學習 嗯 所以放學回來 就看到家裡 家門口貼了一張小白條 就是說這家是要被監督 的一家人家 上面就第一次看到了 是右派 我當時還不懂得 什麼是叫右派 我還 那時候年紀還小嘛 剛讀小學 我就回家就問父親 嗯 父親當時還很幼稚 他他說 我是脱麥右派 但是他千萬沒想到脱麥右派 還是右派 所以呢 就是我們 在我們小時候的 呃 時候呢 儘管 我們父親那時候 在外面那個 呃 是那麼艱難的 那個那個時期 但是他回到家 他他 一直是表現得很平靜 我們家裡邊一直感到很溫馨 呃 從來沒有感受到外面 那種 呃 西風雪雨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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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麼動亂 動盪的那種 歲月的給我們的這種感覺 好像 欸 什麼事都沒發生的 但是呢 我父親在家裡呢 也從來不提 呃 啊我當時如果留在美國就 呃 好 呃 當然我父親 呃 去世以後 我母親 倒是 曾經 有過這樣的一種遺憾 說哎呀我當時都已經簽證都拿到了 呃 要準備出國了 他突然這樣回來 呃 這個我聽懂 從我母親那裡 後來聽到有這樣的一句話 那也就是說你父親 真的沒跟你談過他留美過 呃 呃 在我們我小時候是沒有 等到我長大了 也就是在文革的後期 也就是說文革快結束的時候 那個時候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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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也比較懂事了 然後呢 呃 我父親也開始培養我在藝術方面 呃 往那個方向發展的時候 呃 那時候就適當的提到一點 但是也提的很少 主要是因為我父親當時 他他跟劉海叔啊 他們這一代人啊 一直推重 那個西方的藝術 介紹西方的藝術到中國來 又他們 又特別 呃 那個崇尚那個 後期影響派 像 塞尚啊 這樣的一些馬蒂斯啊 這些藝術家 這些藝術家 所以他在跟我呃 呃 後來 也應該說他去世前嘛 在交流 呃 嗯 我們那個年代的 受的教育就是 如果 談到了美帝國主義 我們在電影看到的就是 絲絲愛戒 啊 那些要麼吸毒啊 或者是 那些妓女啊 就是感到很髒很亂的 呃 當時我們還 我小時候還感到很欣慰 我能夠 生活在一個 那麼好的一個時代 那麼好的一個國土 而且我們 嗯 因為我小時候也很要求上禁門 很要求進步 總感覺到我們有那種使命感 要解放乾隆內的那種使命感 所以當時對那個美國的這個印象 呃 是從那個途徑得來的 但是從我父親 那裡呃 呃 他當時說話很謹慎 他不敢多說美國的呃 的那些太多 就是因為 怕那個 資本主義的那個 社產階級的思想啊 啊 這是復甦我們下一代 所以呢 他更多的是在藝術的方面 談的更多一點 呃 生活方面 呃很少提及 呃 偶然的他會提到的一些呃 呃 美國的比如說呃 美國的這個呃 他們的生活上 呃 呃 我記得有一次他跟我說的 呃 當時我也感到兩個眼睛睜了很大動 都感到很驚奇 就是說 美國人 出去旅遊 回來以後 他們他們就是那些行李啊 箱子啊 他們很多人都都都丟掉了 哎我就感到 啊 那些這麼貴重的東西怎麼可以都丟掉呢 是吧 呃 就是 就感覺到 呀美國 呃 難道那麼富裕嗎 呃 美國有 能 那麼先進嗎 就當當時都還是很 帶著一點的這種 質疑的 懷疑的眼光 對 其實你八十年代到美國來留學 呃 我是把九年 九零年到加拿大美國 我們最 內一代留學生啊 或者是內一代移民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 喜歡到外面去撿東西 哈哈哈哈 你還記得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這個我八五年來的時候 呃 我當了一到學校 我是 呃 第一學期我是住在學校的 等到 第二學期 離開學校自己獨立住的時候 就 家具啊 很多 哎呦 很多 在我到美國那時候感到很高興 呃 很多 我們認為都非常好的東西 都能撿到 呃 哈哈哈哈 哈哈 這類經歷 對於新的一對中國移民和留學生來講 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對我們那個時候來講 覺得沒什麼 覺得反而覺得很可惜 那麼好的東西 怎麼就當成垃圾丟掉了呢 是不是 對 對 而且呢 呃我第一次 呃去 美國有一個 就是週末有一個叫 Garage Sale 就是他們 都會把家門打開 在 還要一點點錢 對 在家裏邊拿出很多很多他們必要的東西 呃 我們 去看哎呀那些東西多好啊 那個年代 86年 只要兩毛五分五毛錢 我就可以買一間很漂亮的大 那 呃 都在一塊錢一下 所以 呃 呃 這些都是到了美國以後 都沒有想到的 哎呀美國 那個年代 呃 物質是那麼的 呃 對於不是在上海的人不是很熟悉 您能不能介紹一下 怎麼回事啊 呃武康大樓可能 現在知道的人 呃都會很多了 呃尤其是這兩年 把武康大樓呃這個 吵得那個這個名聲沸沸揚揚 因為 嗯 有很多很多 呃 介紹 呃 主要的原因呢是 武康大樓呢 呃 呃 他本身是個地標性的一個建築 嗯 1924年呢 當時居住在上海的一個 猶太設計家 叫烏達克 他在上海 呃 做了很多 呃 其中的一件作品 呃 這件 這個大樓呢 呃 在 49年以前呢 都是住在外國人 到1953年 那個時候叫羅曼蒂大樓 到1953年呢 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 呃 接管了這棟樓以後呢 就把它改成叫武康大樓 那 那個時候呢 什麼意思啊這個名字 武康大樓呢 因為他坐落在 在武康路 大家都知道的 和我華海路之間 你看到他實際上是坐落在一個 六叉口的一個 一個路口 是也是上海最好的一個地段 嗯 那麼武康大樓呢 在我們小時候呢 我們沒有人叫他武康大樓的 那一代的地區的居民呢 都稱他為九層樓 你看這個建筑 他實際上呢 在他是 他是個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 那樣的一個 一個建筑 風格 嗯 但是他的稱呼呢 他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叫的二樓呢 他們稱呼為 按照英國的那種稱呼 叫一樓 所以我們在 住在這樓裡邊的人呢 都認為這棟樓是七層樓 但是呢 大家在外面上去看呢 都叫他九層樓 所以我們小時候所有的鄰居 這代地區的鄰居 都稱他為六層樓 主要是一樓 都是商店嘛 嗯 然後到最高一層的話呢 他實際上是個陽台 一個頂樓的陽台 但是他造了一個很高的一個一圈 在下面看過看上去呢 大家都認為他是有九層 就叫他九層樓 實際上是他只有八層 或者更準確的說他只有七層 那麼這棟樓呢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呢 五三年以後呢 外國人就陸陸續續的搬出 就開始住進不少的中國人 嗯 裡面呢 有一部分是我們叫通俗的叫法 叫高幹 嗯 都是司機甚至軍機以上的幹部 嗯 一部分呢是 嗯 資本家 還有一部分呢 就是知識分子 尤其文藝界的一批 呃 大家都比較熟悉的 趙丹啊 政經理 孫道林 你慢慢講啊 一個一個講啊 因為我們很多的觀眾啊 你要相信是90號了 哈哈哈 他們已經不太知道 比如說趙丹是什麽 您得簡單介紹一兩制 啊 趙丹 呃 趙丹是在二十年代 呃到三十年代 這段時期 呃 呃 大家都 在那個年代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男演員 他呃 演出了很多 呃 當時都比較有名的一些電影 呃 我呢 在小時候呢 呃 跟趙丹呢 呃 也接觸過幾次 因為趙丹呢 呃 他的性格很好 呃 也很喜歡小孩 因為我小時候長得也比較乖巧 他也比較喜歡我 我記得有一次在 在七樓我們在玩的時候呢 他正好到七樓去看呃 另外一個演員叫吳英 吳英大家也可能也會有知道的 就是呃 當時是在中國好像稱呼他叫 呃 中國第一媽吧 他因為都 他的形象呃 的關係都一直呃 演那個你媽媽這樣的一個形象 去看他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他就圍著他 他那時候正好跟他的 夫人那個王中英演了 呃一個電影叫烏鴉與麻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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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比較有名的一部電影 他在那個裡面呢呃 曾經做過一個一個一個 鬥雞眼的這樣的一個怪 一個怪臉 我們就 我記得當時就拉著他的 那個衣服就是一定要他 再做個怪臉 所以他就做個怪臉給我們看 所以他們那個那時候跟呃 這個趙丹也是經常呃 會會去呃呃 鬧著玩吧 呃 呃 趙丹 呃 大家比較呃 呃 也熟悉的那個鄭君里 鄭君里 OK 也是在那個年代 是一個很著名的一個導演 呃 鄭君里 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 一江春水上東流是他吧 對對對 是他導演 請我們導播找一下 一江春水上東流 哎呀 對對對 那是文革之號我看的 好像解禁的電影 文革之號很快就解禁了 對對 這個呃 一江春水 呃對 他導演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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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界的一個很著名的一個導演 呃 鄭君里呢 呃 呃 當時在我們武康大樓是一個 比較紅的一個 一個文藝界的一個人物 呃 他為什麼比較會會紅呢 呃 尤其是有一次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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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藝術上受到尊俊以外 他還有政治上 呃 跟第一夫人有這樣近的關係 呃 但是 由於這樣的一層關係也造成了文革一開始 呃 鄭君里也就是最早受到 那個迫害的一個 一個 艺术家 呃 呃 呃 我記得就是 呃 他兒子 鄭 鄭大理當時也 也談到就是 江青曾經 給鄭君里有兩封信 這兩封信當中提到了 他的前夫唐納的一些事情 那麼文革的開始 因為我張江青已經成為了那個文革小組的一個成員嘛 呃 呃 可能是呃 這封信裡面有些東西他感到呃 呃 對他來講很重要 所以呢 他想把這兩封信給收回去 但是 他 通過了 當時文革的一個 時候的一個 四位書記也是個造反派 起家的一個張松橋 去 聯繫了空士軍 華爾章成為造反派的那個洪衛兵了 到他家去抄家 去抄了好像兩大袋那個東西 呃 我們當時都有這有這麼個印象 但是這兩封信並沒有抄到 是後來我聽那個鄭大呃鄭大利說實際上他們家並沒有這兩封信 但是 江青他們當時並不相信這封信 呃 不在他手上 那麼也可能是 重重他們那個時候的一些一些事情 就鄭經理就早早的文革文化大革命一開始 文革的他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嗯 那我跟鄭經理呢 有一段經理呢 使我終身難忘 因為我那時候也已經成為一個狗仔子了 我在呃 武康大樓里面呃 作為一個狗仔子 人人都可以欺負我 再加上我年紀又小 呃 很多大 年年紀大一些的孩子就是會無端的就會去來欺負我 呃 有一次呃 我在武康大樓的底樓 呃 呃 一 一放學回來 一批一批孩子在那裡找就等著 等著我 我一進去他們就 就圍著我 在欺負我 就在這個時候 呃 我看到了鄭經理從外面走進來 我呢 當時呢 真希望有人 能夠幫著勸架了 就是能夠幫我 拉開 讓我能逃脫 我就看到鄭經理當時看著我的眼睛 我看到他真的想走上來 來幫忙 但是他停住了 但是我跟他倆人眼睛對視了 大概這樣的一秒鐘 他一下子猶豫了 後來呢 我就聽我哥哥說 他後來就馬上趕到樓上 去敲我家的門 嗯 去報信 我哥哥 我兩個哥哥就衝下來 幫我 借位了 嗯 但是這個 對視 對我來講 就是刻骨銘心 一直倦刻在我的腦海中 就是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鄭經理 之後 之後 我不到兩天就是我前面說的一段 他就被吵架 被送進了那個監獄 那個 後來沒有沒有多久 大概一兩年他就 就去世了 這次鄭經理 跟我的一次 講的一段情節是 在我小時候一直 懸刻在我的腦海中 嗯 但是你那個時候還沒有看過鄭經理的電影嗎 小時候應該說看過 因為我是從小生長在上海戲劇學院 長在上海戲劇學院 嗯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氛圍當中 我們 時刻 長的 父親和母親 會帶我們去 戲劇學院的小劇 小劇場看電影看戲 嗯 應該說是看過 嗯 對 但是那個時候你在鄭經理的感覺 還沒有那麼強烈 文革以後鄭經理的這個電影 開始 重新播放的時候 你去看過嗎 一江城水向東流 看過 看過 那個後來那個 這是後來看的 你講的那個一江城水向東流 對 這是 就是對他 呃 由於我們 我跟他之間有這樣的一段 經歷嗎 這 所以 經常會緬懷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位 藝術家 嗯 你們大樓還有哪些有名的人物 嗯 在我們樓裡面住 住了應該說是 時間最長的 前面講到的秦衣啊 上官雲珠啊 那些很多這些員員 呃 都在武漢大樓住了一段時間 時期以後都搬出去了 但是住的最長的應該說是孫道林 嗯 和他的 呃 呃 愛人 夫人那個 王文堅 嗯 呃 因為孫道林呢 跟王文堅呢 是住在 新樓 武康大樓呢 旁邊又造了一個新樓 這兩棟樓呢 是連在一塊的 都是屬於武康大樓 那麼新樓呢 裡面呢 下面有個汽車間 汽車間的那個頂上呢 就造了一個公園 像一個空中花園一樣的 當時這個呃 這個花園呢 裡面有跑道 有游泳池 呃 很漂亮 所以我們小孩呢 就把他那裡呢 是作為我們 客後的一個娱樂場所 由於孫道林住在那個新樓 因為新樓很小 沒有住幾家人家 所以他經常 會碰到他 那麼我們家呢 有五個孩子 我是最小的 我們都 兄弟之間都長的 我上面有三個個個 我們都長的比較小 孫道林呢 他 我的印象中最深的 他一直搞不清楚 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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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所以他經常會叫錯 所以看到我們呢 他每一次都要問 欸 你是不是 巴默啊 你是不是 我一直跟他講 我叫我是小寶 因為我當時我們家的 陳夫 我是最小嘛 叫小寶 所以 這是這個印象 比較深刻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 是 當時我們家 由於文革開始了 我們家 我們家原來是三戶室嘛 是比較大的 就拿出一間房間 給習近平的一個 一個 當時是 吳美希的 一個幹事 他住進來的 也是個 也是個黨員 應該是後來成為 副書局 他住在我們家隔壁 他的 太太 封清林呢 有 有一次 突然大出血 我媽媽呢 後來是成為醫生 他就一看 哎呦 他 這個是 要那個 因為他懷孕嘛 一看這個大出血就 不對 不對頭 他就一看 哎呀那個期待已經 要住那個 那個孩子的那個頭頸 很危險 那麼我姐姐 就跟我呢 就很急嘛 就想去找那個醫生 呃 來幫 接生 但是 當時呢 在新樓裏邊呢 我們 就印象當中 有一個是醫生 我們就 趕到新樓去敲門 但是呢 又急急急急急急急 沒有敲錯門了 就敲到了那個 孫道林的腳 嗯 那個孫道林跟王王娟 開了門 就我們把這個 陳華跟他說 他說是在他們樓上 結果呢 我們在到 他們陪著我們 一到到那個 他們的樓上 去敲了那個 醫生的門 他說 那個 那家人家 他說我們是搞中醫的 呃 這個接生這一塊 我們不能做 所以呢 就是王文娟 又陪著我姐姐 就 又 只能趕到天平路 因為當時那個 天平路就是跟我 是六叉口 這六條馬路當中 其中條馬路 第一段遠去 去叫了醫生 是 當時很 就通過這一段經歷 你就可以看得出 像孫道林 王文娟當時都是有 一個很著名的一個演員 但是他們一點價值都沒有 那一代人呢 呃 現在我們大家都是認為 有那一代的演員應該 都是明星嘛 都應該 呃 呃 是 好像跟平常人不一樣 實際上 你跟他們接觸當中 你會 體會到 他們是 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是非常非常 呃 呃 很親切的 嗯 這一代人 這一代人 而不是我們 現在被神化的 這樣的一代人 你剛才講的這些人 無論是鄭尊李 還是 孫道林 還是這個 趙丹 都可以用巨型 兩個字來形容 對吧 但是這一段故事 啊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 這個系列節目中間 還只是開始 啊 武康大院 的故事還沒有完 武康大樓 武康大樓 對 故事還沒有完 啊 我們對這個王大周先生的 這個訪問呢 呃 小小開了一個頭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下面呢 還有什麼樣的故事 啊 請大家期待 啊 那麼這個我也跟王先生 商量一下 因為我原來看過他的一些資料啊 啊 那麼他講述的時候 啊 老實講的這麼平淡 這麼平實 啊 不像我一聽了這個故事以後 我有時候還蠻激動的 啊 尤其是他講到鄭尊李那個 他只是講 對他一聲來講 都是很難以 忘記啊 啊 但是這個形象 進入我腦子的時候 我都是一震啊 啊 那麼 王先生的 王教授啊 很多的故事 啊 我在看他的資料的時候 我自己都 流下了眼淚啊 啊 包括他當時在留學的故事 啊 怎麼去辦這個簽證 啊 相信這些經歷啊 我們很多中國人啊 都經歷過 只不過是這些故事啊 可能隨著時間的流失啊 慢慢就淡亡下來了 那麼作為中國的 不能說是第一 文革以後第一代留學生 但是是一 可以說是比較早期的留學生 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背景啊 他們的故事啊 其實都是一段一段的傳奇 今天我們只是啊 開始 那麼今天我就特別感謝王大柱先生 給我們的 開始講的這個故事 希望你下一次的時候 給我講更多的故事出來 好嗎 好 謝謝主持人 啊 非常感謝 謝謝我們的觀眾 謝謝我們的導播 再見 打開明鏡電視 每次都是新世界 節目中言論為個人見解 不代表明鏡的觀點